鬼滅之刃是今些年来最火的日曼 在B站获得6.2亿的播放量 也是目前B站播放量最高的日曼 在鬼滅第一季完结后 官方又制作了无线列车剧场版 而近日官方又宣布第二季制作消息 本次来给大家说下第二季的时间线与相关情报 先给大家说下第二季时间线 第二季围绕由播片展开 时间是在剧场版无线列车之后 也就是说在看第二季之前 必须得把剧场版无线列车给裹了 无线列车结束于半化第66化 如果想补第二季剧情 得从浪化第67化开始补 接下来安慰我会给大家 简单介绍下第二季剧情走向 也让你们稍作了解 第二季剧情主要围绕 吉人花街 所谓花街小敌大家都清楚 正是男人花天酒地的地方 在预告里也展示了花街的模样 确实负力堂皇让人迷恋 而故事剧情变围绕炭志郎 火器战役最平易支柱三人来花街 寻找殷柱的妻子 之前殷柱让妻子来花街调查鬼的事 之后音讯全无 炭志郎三人乔装成女人 混进来帮忙寻找找人 之前看到一些小伙伴 说鬼灭的画风不太喜欢 阿伟我觉得鬼灭服饰会画风很不错 更加贴旋日本 相信看了花街片 更能感受到服饰会画风的魅力 在花街片中 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地方 色彩看起来很饱和 而从并位来看 第二季的质量比起并一切还要高 看来咱们不需要担心质量问题 毕竟鬼灭现在成了日本国民大作 这个图也不甘马虎 在花街片里 咱们能看到看智郎三人女的画面 模样也是很大眼睛 具体可以去看下广化 至于里面详细剧情变不去剧透 在无限烈色片章里 原著里边当乐 而在花街片章里 登场的是殷柱 那么他与十二回月上前六的战斗有何呢 看智郎 火气善意 嘴平一支柱与十二回月 有着怎样的战斗 让人拭目以待吧 最后简单给大家介绍下第二季登场人物 主角团就不说了 这次出现在花街的是殷柱 全名为雨水天元 原先是一名忍者 在动画里雨水天元的设定 是拥有三位老婆的男人 这还真让人羡慕 尤其是第二季制作PV在情人节发布 看来官方是有遗传我们 雨水天元在第二季登场是很有趣 直接跑去蝴蝶屋抓人 让他们去花街帮忙找老婆 当时看智郎为了小葵和菜碎 选择让他三兄弟 顶替两位妹子前去花街 而第二季里的反派 便是下面这位看起来 有点吓人的花葵 因为过期 他是十二月鬼里的上前六 他在花街吃了不少人 实力不容多说 看剧郎三人会入花街后 三人分别在可疑的店里工作 其中一人还在过期所在的地方打杂 至于在发现多吉身份后 有着怎样的遭遇 阿维我就不去剧透了 开播后就能清楚剧情是怎样发展的 另外从官方公布的PV来看 第二季将在2021年播出 也就是今年 之前第一季是四月 剧场版是十月 至于第二季可能七月或十月吧 具体等官方通知 以上便是鬼滅之刃 第二季相关情报 从PV来看制作质量很高 剧情围绕花街片展开 是不是很期待啊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